哪些行业的人群 异患交感神经刑警追病 这些年治过非常多的明星 名人 CEO 太极 IT行业的这些人士 经常会发作 就跟这个案例的 这个整个的症状过程 都是非常像的 哪些原因会引起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它这种劳累 在它上精神紧张 一系列的东西过来以后 然后整个基柱的 两侧的软组织 这种紧张精卵 再加上有一定的 椎体退化现象 它怎么就刺激到 这个周神经 瞬间就出现 这一系列症状 轻微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 应该如何缓解症状 那么这种硬结的话 如果比较轻微 它们就用热的方法 对吧 就可以让它立刻缓解下来 因为刺激减轻 它马上重乱的环境很多 今天节目中 老刘教您一道 独具特色的 薄荷柠檬炒米粉 本期节目 特邀著名古商科专家 罗炳祥 告诉您 什么是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有梦想 有奇迹 能够成为 超级巨星的性能 只有一年 我们聚在一起 写寻找 Superstore 每周日晚22点 湖北卫视 我的中国星 见证音乐梦想 欢迎收看 由鲁花花生 由独代冠军播出的 饮食眼神会 昨天我们请到了 古商科专家 罗炳祥大夫 跟我们讲了 颈椎病 了解了什么叫颈椎病 发现颈椎病 分为很多种类型 其中有一种叫做 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昨天罗大夫没有展开 跟我们讲 说这个要详细讲 今天我们就专门请罗大夫 跟我们讲一讲 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 有请 欢迎 欢迎罗大夫 罗炳祥 著名古商科专家 北京政安中医 特邀专家 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 常务委员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 碰碰 著名演员 严清瑜 演员张迪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我们从案例讲起来 是最容易深入的 李女士 三十岁 会计 会计就是每天 都得服案工作 发作时 头晕头疼 恶心呕吐 眼睛干涉 心慌胸闷 浑身乏力 无法工作 也没有太多治疗 过几天又缓解了 查了颅 CT 心电图 胃剂 眼底 都没有发现问题 拍颈椎片 是轻微的骨质真身 医生诊断是颈椎病 这是什么类型的颈椎病呢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一看就知道 是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天讲的是这个 漂亮 不是那个 他拿这案例来跟我们讲什么 厉害 厉害 这个案例发在这儿 我可以想 此刻在电视镜头下 看到这一段话的很多会计 他会非常感慨 因为我们很多的会计 或者服案工作人员 或者是 这个劳累的CEO们 甚至一些 这个工作 还有劳累的 像女明星们 他们可能看了以后 都很感慨 回忆一下 可能曾经都出现过 我说一个例子 我们刚那个 我们那个天龙八部 刚拍完 在现场的时候 钟翰良有一天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那个导演 赖水晶导演 他平时也是很注重这个 他也是不好 他带了一个按摩师去 当时现场就不能拍了 全傻了 就不能拍了 钟翰良就动不了了 就特别难受 就动不了 浑身恶心 就要吐那种感觉 最后是把那个大夫找来 完了给他做了一次按摩 才接着拍的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你刚才说的 这位明星 可能就是发作的 所谓的脚感神经 因为我搞这个古商科 这些年 治过非常多的明星 名人 CEO 会计 IT行业的这些人士 经常会发作 就跟这个案例的 整个的症状过程 都是非常像的 某一天工作 特别劳的情况下 或者连续劳了一下 突然间 要么在家里 要么就在办公室里 就一下子晕得就晕倒了 然后大家手忙脚乱的 以为是 是不是脑出血了 对吧 送到医院查颅脑 没事 又觉得是不是心脏病犯了 送到这个医院 查心脏又没事 曾经我记得 我有一个患者 毛女明星 犯了以后 先到天台医院 查颅脑没事 又赶紧送到府外医院 查心脏又没事 然后又到朝阳医院 查消化 因为胃肠到胃静什么 折腾一天 什么也没查到 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干了 然后 这时候可能有朋友找到我 我一听 我说甭着急 我过去看一下 到了家里面 非常简单 就是你刚才说的 在颈椎背部 找一找 找到一些关键点 我们用针灸的方法扎一扎 或者给它做做手法按摩 甚至爱揪揪一揪 让它休息下来 很快 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起来了 什么事都没有 瞬间就好了 旁边一屋子 震惊了 这是个神医 真的不是神医 因为前面已经排除到了 它这些问题了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找到 它的原因了 它的症状就突然晕倒 胶感神经性颈椎病 什么叫胶感神经性颈椎病 不懂 我们今天一定要认真地 学习一下 好吧 尤其你们各位 这是演艺界的人士 太多了 植物神经功能温暖 咱们在讲到这个 胶感神经性颈椎病的时候 我们先讲讲 什么叫胶感神经 好吧 来大家来看这张图 我们这个人体 就是按照这个 这看不过来 神经系统是人 非常复杂的一组 这个解剖结构 所以我们在解剖学上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 你们可能知道什么 中枢神经 周围神经 对吧 这是一种分类 中枢神经指的 这个大脑 脊髓这些东西 周围神经 通到全身的这些神经 我们还有一种分类方法 把神经系统 还有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躯体神经 和内脏神经 所谓的躯体神经 就是支配 也是从肌柱两侧发出来 从颈椎开始 支配我们身体的肌肉啊 这叫皮肤啊 骨骼的运动啊 这叫做躯体神经 还有一组发出来以后 就是通到我们 所有的内脏系统 从颅脑开始的 所有的脏器 包括皮肤的这个什么 汗毛 汗腺 还有各种腺体 这一组叫内脏神经 这个内脏神经呢 有的你们也听到过 也叫什么名字 也叫自主神经 还有一个 你们经常能听到 熟悉的名字 叫植物神经 啊 植物神经 说植物神经 对 植物神经 指的就是这一部分东西 然后在植物神经里面 我们把它分为 胶感神经和 副胶感神经 那我们所说的 胶感神经性颈椎病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因为主要是 以胶感神经的 这个变化为主 副胶感神经的 相对少一些 所以定义为胶感神经 大家要去记住 胶感神经 从基础发展 支配咱们脏器 而不是谷歌运动 这些东西 这个好记 好吧 把这个知识知道以后 好 就支配脏器的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这个话题 刚才已经说到了 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症 和胶感神经 几类的区别 对吧 刚才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症 这个词汇是我们很多人 都知道的 对 就原来总以为 植物神经就睡眠不好 是什么植物神经紊乱 就会有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这种词汇 但是并不理解 什么叫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症 就是因为这种 咱们所说的 这个植物神经 对吧 内脏神经 出现种种的 从颈部开始 我们从颈段 胸段 腰段 底段 什么各个段的 这些 这些植物神经 受到各种椎体的改变 或者 跟情质的变化以后 压力什么 造成 肌柱两侧 这种软组织 损伤 痙攒 刺激到 发到各处的 这种植物神经 然后出现 一组的脏气的 这种各种症状 综合症状 有的人心脏不舒服 有的人当时到颅脑 睡眠可能也不好了 对吧 心脏不舒服 胃肠道 呕吐什么的 把这组东西 叫做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 那么过去呢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呢 我们归在哪 发现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 它真的是跟 人基柱两侧的 骨结构的这种紊乱 软组织的损伤 跟它有关系的 它会导致这种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那么比方说 胶杆神经领椎病 那么胸椎的胶杆神经 也会出问题 对吧 腰椎也会出问题 那么咱们现在就 单说教人领椎这一块 所以说现在 神经内科医生呢 当发现患者 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的时候呢 也会建议患者 你们去骨科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 胶杆神经领椎病的症状 果然来了以后 我们一查好 会查到它 某些颈胸椎的 一些椎体的紊乱 而软组织损伤 或者软组织的 最终紧张经乱 刺激胶杆神经 然后出现 跟一组这样的症状 所以胶杆神经型 颈椎病的这种症状 这就是我们这儿的问题 反正给伤着了 对了 将来再有说 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 这样的患者 建议你们也去骨科 看看有没有这种 胶杆神经型颈胸椎病的 这种症状 这也是让骨科大夫处理一下 晕真晕血的另一种解释 什么意思 好 咱们还要回到 这个胶杆神经的 解剖结构这一块 我们知道 对吧 胶杆神经是被脏气的 所以当胶杆神经 出现一些 抑制现象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出现 脏气系统的不适 咱们现在 我一直觉得 这个阴真晕血 就是跟这个东西 可能是相一致的 那我从来 咱们现在 咱们说这个晕针 就是有的人扎针灸都晕针 看见针就晕了 甚至看到血 看到针就晕了 在这么一个远端 小小的一个针刺激 看到一滩血 它怎么就晕过去 而它晕过去以后 你看它的表现 血压急速下降 对吧 血压降得很低 这种晕过去 你在这两点 心脏心理变得很慢 有的你看 我们测这个 晕针晕血患者 血压高压60 低压40 心理一分钟 三四十下 就变得很慢 脸色苍白 就是像贫死一样 那种苍白脸色 除须汗 对 除须汗 然后瞳孔也散大 对吧 然后人整个身体冰凉 昏迷过去了 这像不像死了一样 就那么一个小针剑 它怎么就会这样呢 这么大的反应 怎么会 也是一样的 它刺激到了 它的这种食物神经 明白了吧 这个东西并不是说骨结构异常造成的 就它吓得害怕 在那一刹那 人在紧张以后 各种肌肉会紧张地抽到一块去了 对吧 抽到一去 这种紧张 这种紧张就会刺激到肌柱两侧的这种知识 这种人就做不了医生 应该是的 应该是的 对 所以说 为什么我说这个 是过很多这样的明星呢 你们的压力很大 对 你们的万众关注 对吧 再一个也确实劳累 它连续的这种劳累 咱们就是回到前面 这个会计 IT人员 对吧 它这种劳累 在那种精神紧张 一系列的东西过来以后 然后整个基柱的两侧的软组织 这种紧张精卵 再加上有一定的椎体推化现象 它可能就刺激到这个植物神经 瞬间就出现这一系列症状 交感神经是植物神经的一部分 它从脊柱发出 支配人体脏气的活动 很多人因压力过大 劳累过度时 就会造成颈部脊柱 两侧软组织的损伤 痙磷 从而刺激到交感神经 然后出现一组脏气的综合症状 比如心脏不舒服 恶心呕吐 睡眠不好等等 这就是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那我们来看一看怎么诊断 你看怎么知道我们得了这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呢 特点是患者主数多 但客观体征少 症状多种多样 难以确诊 就说得多 这太难了 说什么都有 排除法可以是一种方法 但是也可以是有些规律可循的 第一咱们来看 咱们就看这个患者是一个什么年龄段的 在总体颈椎病的人群 说颈椎病发病率占百分之五 一百个颈椎病患者 五个是交感神经型的 但是我这么多年统计 我发现 这百分之五就是集中在这个特定人群里 那么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患者的这个人群的特殊性 对吧 一定要看他处于紧张焦虑劳累这样状态的人 你可以问他 他就是说很累 然后你再问他睡眠好吗 这样的人没有几个睡眠好 没有一个睡眠好的 月累 好像很多人说 哎呀我已经二十多小时没睡了 可能导致就能睡着 越那样越睡 绝对睡不着 我自己都有感觉 真的有 睡不着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能找到他一些特殊的症状的类型 根据这个 咱们刚才说了 他是交感神经支配内脏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出现头面部 眼部 咽喉部 心脏部 胃肠道 他有一些 你们注意 所以一定要仔细问这个患者 你看吧 交感神经颈椎病患者 你问他 他就有头面部的 比方说他就头疼 头晕 然后这个眼睛开始发胀 模糊 然后说到说不出话来 咽喉 哽着东西憋着 呼吸也不通畅了 心脏 心脑血管 心脏有那种心记 心里面怎么堵着 对吧 呼吸不通畅 胃肠道 胃肠道的这种不舒服 恶心 呕吐 因为咱们刚才学过 前面那几型颈椎病了 对吧 他有他的不同症状 脊椎型 追动脉型 群筋根型 这个明显的不符合 对吧 追动脉型颈椎病的 有一部分 也跟这个 胶感神经型的 是符合的 比如它造成脑缺血 以后头晕头疼 对吧 也会有一些 但是呢 这个你看胶感神经型 它更复杂 对吧 它还有这么恶心啊 反正就是说 一般来讲 到别的地儿去查 先去别地儿查的 一般是属于这胶感神经 你看 心脏不舒服 头疼 它绝不会先看颈椎 对 这个总结是对的 对吧 先到别的地儿去看护灵的 肯定不会先想是颈椎 对了 对 都得是别地儿查一圈 你可以用这样的 查一圈 没什么东西 我就一定要去查 这样颈椎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想这样的 曾经有过这样发作症状的朋友 你们不要再疑惑 可能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能查的 你们已经全查过了 这个胶感神经 要怎么查呢 怎么才能把它查出来呢 现在就是什么 现在没有一个 某个检测方式 比如说假如说 我觉得我有胶感神经的症状 那我要去查什么呢 我才能确诊 就是把那些 全部都查一圈 没事了 目前为止 只能有排出 对 应该是这么说 您去别地儿都查过 都没有说 没有心脏病 没有头的病 没有胃的病 那么你就一定要注意 要去看一下骨科 是吧 对对 这得要求这个患者 自己得细心点啊 对 一个医生在这个诊断 因为出现这样的 特殊性 一定要多跟患者交流 要有充足的时间 来了解患者的病史 跟他仔细分析 对吧 一个比较难诊断的病 必须要这样 而不是说 马上又去检查一个什么 永远在检查中 最后就是定不下来 所以胶感神经请 今天为什么单独列出来 就是因为现在 确实在这个人群里 太长了 而且发病以后 来势汹汹 患者家人都集成一团的 因为我经常被请求 到家庭出诊 去救急一下 一去大多数 已经都已经 从别的院都送回来了 什么都没事 一看就是这个东西 马上弄完 好了 所以说大家学习 这方面的知识 对吧 掌握这些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 这个病 最容易被误会成别的病的 就像更年期的妇女 容易将胶感神经颈椎病 误准为更年期综合针 她也会被误准 她永远都像别的 这个病也挺奇怪 这句话不太的这个 不太准确 不太准确 咱们可以改一下 应该改成比方 更年期的妇女 有时可能将胶感神经 因为更年期 胶感神经的那个症状 还是比较严重的 还不一样 这句话主要 要讲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胶感神经 因为胶感神经 也是支配汗腺 利毛肌的 对吧 所以说 在胶感神经型颈椎病患者 有时候 女性发作的时候 它也有类似 这个更年期的这种 半炒热 炒热呀 半面汗呀 我咯晕的时候 浑身湿透了 全是汗 他们的肠胃难受 非常像 非常像 那明白了 医院检查CP 心电图 胃镜等 都没有问题 这种现象 很有可能是 胶感神经型颈椎病的症状 需要找骨科医生确诊 如何正确治疗 胶感神经型颈椎病 在讲胶感神经型颈椎病 治疗之间 我们一定再强调一下 一定要先要明确诊断 明白吧 对吧 在详细了解病史 该检查的都检查以后 确实是 这个胶感神经型颈椎病 我们在着手来治疗 这个是个大原则 那怎么才能够确诊呢 因为比较严格的 这个胶感神经型颈椎病 就是比较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我们现在也有 做手术的方式 因为它可能 就是在某个锥体上 某个软组织上 严重的刺激的胶感神经 这样的话 可能就必须手术 但是绝大多数的 这个患者不至于 在一个很好的胶口治疗下 就能治过来 这个治疗上面 把跟那几型 颈椎病分清以后 专门针对这个治疗 咱们来讲一下 第一 咱们先说这个急诊发作 急诊发作 现在几乎我每天 我门诊 或者我在白天 就会收到有朋友 急急忙忙电话 家里谁又发作了 电话过去有一位 我从电话里 基本就可以判断 他已经是这个病 然后我会教会患者 一些非常简单的 处理方法 第一就是叫放松 一定要让患者放松下来 这个非常重要 那患者都那样了 怎么放松 你让他躺下来休息吗 但是有的人 在办公室里发作呀 发作了他还跟他不信 我得把今天这个计划 要写完 我得把这个报告写完了 马上让他躺下来休息 让他放松 明白了吧 休息是第一 第二 想办法让颈部两侧的软组织 包括背部的软组织 就是赶紧要让他放松下来 那怎么 非常简单的 咱们有一些加热的方法 比方说你这时候在家里呢 你去想办法 冲个热水澡 对吧 扶点热毛巾 他都那样 有的人不是特别重 这种突然发作 这么严重的还是少 大多数都是说 有那一部分的症状 他就觉得开始不舒服 难受了 状态了 焦虑紧张状态下 在家里 您赶紧去冲个热水澡 然后您休息吧 在办公室 我常教大家什么的 有热毛巾敷一敷 或者找个小电吹风 你看吧 效果非常好的 效果非常好的 因为一个热的方法 可以让他整个 这个颈部两侧的肌群 就放松下来了 因为比方说 咱们现在还要讲讲 颈椎病的这个交感神 在颈部 我们是有上中下 三对交感神凝结 就从上半中间底下 那么大多数 胶感神经 颈椎病患者发作的时候 你会医生仔细摸 都会在这某 上中下某一个 颈胶感神经结 摸到有软组织损伤的硬结 那么这种硬结的话 如果比较轻微 咱们就用热的方法 对吧 就可以让它 立刻缓解下来 那个刺激减轻 它马上症状 能缓解很多 如果不要重的 我们有我们的方法 对吧 吸一有吸一方法 像中医 我们可以用针灸扎一扎 对吧 甚至用粗点的针灸 把它松解开 对吧 给它弄开以后 这样的话 立刻放松以后 症状就能清下来 往往真的那种 重症发作的患者 我赶到家里去以后 往往就能找到 在某个紧胶外神经结 上就能找到 很硬的硬包 就它过去老鼠积了一下 这时候你单纯的 热的方法 肯定是不行的 我会用比较粗的针灸 剥开 把它给剥开 比方说像皮针 以前你做过 董老师那节目 对吧 皮针 还有像针刀 甚至应急的时候 好几根这个针灸针 一块进去 把它给它弄开 这个治疗就是这样的 那还是像犯病的时候 这个东西 它才会出来 这个应急 对 平时也能摸到 但是不至于 那么痉软紧张 明白了吧 治疗就使用这样的方法 甚至你也可以 胆时地做一下按摩 在这个治疗上 我们有时候 推荐患者用一些 就是中药外敷的一些方法 来解除这种痉痪 你看我经常给患者 这是我自己配的一种药 叫九子复养包 正安九子包 这个药呢 就是 九子 九种植物的种子 这是我用了很多年的 一个方式做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这个药呢 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 要把它打开着吧 这个 要拿出来 里面是那个药包 把里面这个药包取出来 你们可以闻一闻 一定要取出来 非常简单 然后取出来这个药包 一点点水 一点点就可以 扑得上那 然后这边也是 这能反复用多少回 无数回 扑得上那 然后微波炉 我来 微波炉高火一分半钟 一分半到两分半钟 一分半到两分钟 你摸一摸那个 烫了 你摸这个 这个至少能保持一个小时 这样 就搁这 你弄外套呢 外套就烫着了 还行 免得把烫伤了 太烫了 对 太烫你烫伤了 那么 这样敷热以后 这个热力至少能保持一个小时 你在办公室里面 没有躺的条件下 你就坐着的 对吧 你坐着以后 你把它敷住点 这一会儿这个颈部肌肉 不暖热了吗 如果能躺下来更好 你躺下来以后 就当一个小枕头了 对吧 你干嘛不把它做成 跟那个飞机那个套枕那样呢 毕竟我们是医生 没有这种能力 看到吗 只能剪的 这就不错了 那我自己来 对 这样的话 是吧 你说做成那样的 然后还有药的这些作用 让你方腔开窍 对吧 还可以起这个作用 这样的话 应该做成优势 这种肌肉放松 这是我经常用 在我门诊的时候 一旦有这种急诊来的时候 我马上一热 然后一用 过一会儿什么 就缓解过来了 是挺舒服的 那这个 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吧 这个是适用于 所有的腰酸腿疼 这些现象的 你老年人 什么腰疼啊 什么肩膀疼啊 就是说白 就哪疼 敷哪 而且女孩子 如果你没有痛经 明白 痛经的时候 肚子一热 很快 那个就能缓解下来 比较这么舒服 别睡着了 别睡着了 刘老师是很需要这个 因为她经常脖子疼 对 我这脖子就不太好 那等于有时间 每天都可以敷一次 那除了弄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治疗方法呢 这就是我说的 如果是 这都是一些应急的 对吧 家庭可以简单处理的 那么如果真要 发作起来以后 经常反复发作的 你们去找医生 我们肯定会在 颈椎的两侧 找到软组织的损伤点 对吧 抓点针 帮我说的 胶杆神经节上面 有这种软组织损伤 胎体位置的紊乱 那么我们会有 相应的处理方法 它这个能根除吗 这个东西就是问题 还是一样的 就是你问的是 颈椎病能根治吗 不能 就像腰椎病能根治吗 这个问题都是同一类问题 不太可能 我说的一句话 还是上回说的 基柱是终身退化的 对 它不存在根治这个问题 它只存在怎么预防 不要加重 不要发作这个问题 简单是不单是 那个颈椎病 腰椎病 几乎所有的病 对 都很难说有根治 根治 对 轻微地交感 神经型颈椎病患者 在发作时 首先要注意放松 躺下休息 或者想办法 让患者背部肌肉放松 比如通过热毛巾 热敷 或冲热水澡等 缓解症状 而比较重度的患者 可以找医生 通过针灸等治疗方法 来减轻症状 新浪微博的观众文女士 她说今年47岁 是一门会计师 每到年底工作繁忙时 常头痛发作 是突发性的伴有眼花 头晕恶心 每次都得去医院 梳几天夜 稍微缓解后 才能凑合工作 等年龄忙完了 症状也就缓解了 我们很多位会计同事 都有这样的经历 请问这个 就是所谓的 交感神经颈椎病吗 对 这个微博 这个朋友问得非常 我曾经编过一个病名 叫会计年底焦虑综合症 我相信所有的 这个神经内科和骨科医生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到年底春节前 我们的大量的会计病人 就增加了 真是这样的 为什么到年底要做账了 明白了吧 这年审啊 年检啊 什么的算年终奖啊 你把那会计们都累的 你很多实际上出现 这种突发性的 就刚才这位会计说的 晕倒了 恶心呕吐 到医院里甚至去输液 这输液有用 他可能就去到神经内科 去给一些这种 一样神经的呀 或者镇静安神的一些 补充体液 调节 电解质平衡什么的 说句心理话 有没有一种安慰性治疗 他其实到了那个医院 休息下来了 很快就没事了 他都是这样的 劳累以后 刺激交感神经 然后出现这一系列症状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 交感神移型颈椎病 治疗可能不是主要的 就是预防 咱们这种紧张因素 特殊体质的人 对吧 还有各种特殊职业的人 你们要从预防这个角度 要想办法 否则这个病 就永远没有治疗尽头了 好 非常感谢罗大夫 我们给大家做吃的 谢谢 今天给各位做主食 炒米粉 米粉还可以炒 米粉 一般都炒面吗 既然面都可以炒 为什么米粉不能炒面 米粉在南方 在我们四川重庆 都用来煮的嘛 在江浙一带 米粉都要炒的 像新加坡 东南亚都是炒的 所以你可以炒面 可以炒米粉 可以炒牛河 这些都属于同一类 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做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做的炒米粉 叫做清清爽爽炒米粉 清清爽爽炒米粉 是个什么味道 因为我们加了薄荷和柠檬 哦 清爽 对 我们把柠檬呢 切成丝 柠檬也要切丝吗 对 切丝正好跟那个 米粉 米粉的条正好相对应 让它融进去 好特别哦 薄荷叶 薄荷叶切不住 然后有一点点肉丝 青红椒 香菇 和洋葱 盐 甘葱蒜 芝麻 料酒 酱油 蚝油 我们的米粉应该是泡过的吧 当然了 不是干的 不是干的 因为米粉一般我们买到的都是干的 对 要拿回家自己用水泡一泡 锅里面倒入卤花花生油 首先把肉丝倒进锅里面 边一边 边炒一下 我用的五花肉肉丝 对 接下来的姜葱 姜葱蒜 洋葱 香菇 青红椒 香往这个抓到手上 啊 你看 这些菜都比较多了 米粉就放不了太多了 就炒一个人份吧 对 反正我晚上减肥都不吃饭了 蚝油 酱油 不 先不加酱油 加点料酒 哦 这个时候加料酒 好 差不多也有两人份 对 米粉要给它炒熟 对 不需要加水吗 不需要 干炒 来点酱油 我看到刘老师炒这个米粉 是快速的在这个小动它 你太慢了它会坨 哦 这个需要点手劲和力气 对 芝麻 芝麻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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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柠檬 薄荷柠檬炒米粉 食材 薄荷 切丝的柠檬 米粉 肉丝 青红椒 香菇 洋葱 调料 盐 姜 葱 蒜 芝麻 料酒 酱油 蚝油 做法 一 锅内倒油 油热 倒入肉丝 姜 葱 蒜 洋葱 香菇 青红椒 翻炒 二 翻炒片刻后 加入蚝油 料酒 米粉 酱油 继续翻炒 三 待米粉快熟时 加入芝麻 柠檬丝 薄荷 熟后即可出锅 倒流贴士 一 在炒米粉时 要快速地炒动 以免让米粉粘连成一团 二 以大米为原料的米粉中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好特别啊 柠檬和薄荷加进去 好吃 那个酸味 是你在平时吃不到的 在家呢 有柠檬的味道 有蚝油的味道 你看 你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啊 你炒面也可以 炒牛喝也可以 希望你们的喜欢 感谢你的收看 感谢卤花花生油 明天再见 养生笔记 在当今社会中 很多比较劳累 神经紧张的人 容易出现 头晕头痛 恶心呕吐 浑身乏力 心慌胸闷等 不舒服的现象 有些比较轻微的 过两天就自动缓解了 而有些严重的 甚至无法工作 去医院检查CT 心电图 胃镜等 都没有问题 这种现象 很有可能是 交感神经型 颈椎病的症状 需要找骨科医生确诊 比较轻微的 交感神经型 颈椎病患者 在发作时 首先要注意放松 或想办法 让背部肌肉放松 如通过热毛巾 热敷 或冲热水澡等缓解 而比较重度的患者 则需要找医生 通过针灸等治疗方法 来减轻症状 饮食养生会 游角互动进行中 如果您对我们的 节目感兴趣 请登陆 饮食养生会的 官方微博 并参与微博互动 即可获得 由鲁花集团提供的 精美调味品套盒 还有大量精彩节目视频 和养生笔记 共您下载 天天有惊喜 赶快行动吧